民国99年9月6号 当年桃源龟山乡大坑村由于土地被国道高速公路一分为二 虽然在南上路与层错坑路有几处寒洞可以通行往来 但由于寒洞狭窄 民众往往以绕远路的方式前往龟山与炉竹两地十分不方便 当地居民和村长因而向相关单位争取拓宽 终于获得高工局承诺会在五阳高架工程完工后协助拓宽寒洞 当年位在高速公路下的寒洞 由于路宽只有200多公尺 高度2.3公尺 仅能容纳一辆轿车单线通行 而这一带又属于龟山和炉竹的交界 小小的寒洞让交通显得相当不便 当年村长表示建设高速公路时的十大健身年代 汽车补齐率没那么高 但随着误化心仪 这样小小的寒洞已不复使用 建议拓宽成双线道 也肯带动当地地方发展 记得综合报导